大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 无论我们的环境 我们爱主的心 没有那么少 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 其中一样就是爱 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爱 是叫做要恕的爱 要恕意思是言良 射面的意思 一般上我们都有听说 什么是言良 要恕这两个字 比较少说的 但是它的重要性 和言良这两个字 比较起来 它是更加有分量的 更加重的 更加重要的 要恕这个字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放低放下的意思 恕就是言良的意思 言良比较容易做到 要恕是射面 就比较不容易可以做到的 它的分别在哪里呢 它的分别就是 要恕是因为你受到很重的伤害 所以你需要时间 你需要在心情 情绪方面 需要一个调整 需要一个改变 甚至有那个勇气 有那个能力 你就可以做到 遥述 爱 遥述的爱 在我们的家里面 在教会里面 在这个社会里面 都很重要 我们知道了 这个月 和上个月 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个是母亲节 一个是父亲节 一般上我们母亲节也好 父亲节也好 我们都会带我们的父母 去参加 这个不是参加 意思是带我们的父母 去吃一餐 大餐 丰富的 就一餐 在疫情之前 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带父母去旅行 不过最重要的 如果你闻父母 你的心里面 你最重要的 是不是吃 去行 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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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什么 最重要的 在他们的心里面 我相信 他们要看到 他们要看到 是 那些子女 子孙之中 可以扶相的 扶相的 相亲相爱 可以和好相处 这个对父母 是最大的 安慰 最大的 祝福 但是 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家庭里面 不是这样 他们家庭成员之间 有时候 分目承受 好像这样的新闻 时时都会听到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 圣经里面 就给我们看到 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就是欲塞 他怎么样 没有保留 后没有保留 这样去 遥处 他阿哥 对他的伤害 有这样的勇气 有这样去做得到 他背后的秘诀 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 来深入的思想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欲塞 他年轻的时候 当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 一个弟弟 他那个时候 圣经 这个《重世纪》三十七章里面 就看到他很有趣的 他时时都续蒙 他有蒙见这些 蒙见那些 其中有两个蒙 他就比较深刻的印象 他就跟他的哥哥 和他家里的人去分享 第一个蒙 就蒙见他在填折河的时候 他就说 我所折的河就起立起来 你们所折的河就围着我下拜 所以阿哥听到这样的一个蒙之后 他们就心里面很生气 不喜欢 就是说他开始有些反感 慢慢又很生气 你做这个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我们都要拜你好像你是皇帝 第二个蒙 他又梦见什么 梦见日头月亮 还有十一颗星星 都跪到 在他面前拜他 那个时候他的兄弟更加不喜欢他 妒忌他 不过他的父亲就把他所说的话收在心里面 为什么爸爸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做这些梦 一定是有神的旨意 在里面 所以他就用这些话 收在心里面 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比他的哥哥更加不喜欢他 是什么事 就是他爸爸真的很偏爱他 为他做了一件很漂亮的花心 就是花绿绿的那些心 就是花绿绿的那些心 这件衫穿在身上的时候 你远远都看到很漂亮的 很颜色的颜色很漂亮的花心 他哥哥就更加不高兴 更加生气他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偏心 这么多的儿子 为什么他有这么一件很漂亮的衫 我们没有呢 后来有一天 他哥哥去汉洋的生畜 凤容 在走路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中东的地方是这样的 你们要找有草有水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这个爸爸又 就想到哥哥在外面这么长的时间 或者没有东西吃 就叫这个浴室 你拿些东西给你哥哥吃 那浴室一听到 说要出门了 一定要穿得漂亮一点 所以又穿到一件花衫 那件最漂亮的 爸爸特意穿一件花衫 穿那件衫去看他的哥哥 那哥哥就很远很远就看到他了 就他们一看到他的时候 圣经跟我们说什么 他就同梦要杀他 这个杀他两个字出现了两次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杀他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心里面都会很难过 为什么 都是同样是兄弟 为什么要生气 生气到一个地步 要杀了他 不可以原谅他 不可以容恕他 一定要弄到他死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真的 当浴室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 他们就捉他 除了那件漂亮的衫 另外将他掉在一个镜里面 不过感谢主 他的阿哥 刘宾和幼弟 他们要救这个弟弟 所以就阻止他们的兄弟 去杀害他 不过后来我们知道 所以在一时间 我看如果你是浴室 你都没有办法接受 一个哥哥对他的伤害 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 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面 但是一时之间就变成一个 别人的仆人 变成奴才 他的心里面更加大的伤害 我看他始终都不会了解 为什么哥哥要这样对待他 就让我想到在我们的中国 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曹植和曹碑 就是曹操的两个儿子 然后曹碑就做了皇帝 有一天他又看到曹植 他又对他不太满意 他的心里面都是妒忌他 所以就他命令他 他做了皇帝 他有这个权力 他就命令他的弟弟 在七步里面 你要续一首诗 如果你没有办法 续一首诗 我就杀了你 曹植的心里面 都是七上八下 他都是心里面 都很凶心的 不过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 后来他真的在七步里面 他就读出或者说出这首诗 他说主豆圆豆旗 豆在腐中一 本事同更生 胜真何体急 意思是说我们都是同样的兄弟 为什么我们要扶相残骸呢 好像这样的事 在每一个时代都一直发生 无论是今天这个时代 在家庭里面 我们看到都有这样的问题 人有愤怒 仇恨 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它 这个仇恨就会热力热心 变成什么呢 变成在心里面的一种 就是说这个 好心的厌恨 变成一种的毒害 我们的生命 如果没有主耶稣帮我们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从这个毒害里面走出来 你和我都一样 自小时我们就 有时候被人家冤枉 恶慰 甚至有人特意伤害我们 在这些事都有发生的 夫妻之间有时候 都有彼此伤害 都有这样的事 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事呢 当你面对伤害的时候 你是做什么一种的 选择呢 是不是要被这些苦毒 继续在你的心里面 留在你的心里面 或者你要面对它 有时候一些一些的伤害 我们没有察觉 我们以为 不要紧要了 这些事 或者明天我就不记得了 有时候我们记得 过了这么多年 我都不记得了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它 这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就说到有一个基督徒的大学的教授 有一次 他在一个大学 礼堂里面 他就开了一个讲座 就分享了他的所有说的东西 欧美的一段时间 就开放给台下一些学者 一些人可以反应 或者是可以提他们的意见 其中有一个就提了一些意见 是比较可以引起那些冲突的 所以你一句我一句 后来就变成两个人 好像在一个台上 一个台下 这样 说你说他 这个教授 这个基督徒的大学教授 有一句话 就相对 相对他的心 很深的地方 他就突然间 那个情绪就爆发出来 就说了很多 不应该说的说话 这个讲座过了之后 他心里面很难过 很罪恶感 他觉得 我怎么可以这样失态 我怎么可以这样的说话 去伤害人呢 所以他过了几天 就去找一个基督徒的辅导 这个辅导就帮助他 这个辅导员就帮助他 怎么帮助他呢 就让他坐下 一起祈祷 喝杯茶 喝杯咖啡 然后慢慢聊天 从小的时候 从小这样讲起 就说到他爸爸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 他的情绪就好像变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爸爸小的时候 就时时都吓他 恐吓他 虎待他 甚至是哪里打他 甚至哪里打他 所以他自小在这个环境长大 有一次打得很厉害 所以他一说到那件事的时候 他心里面很痛苦很生气 甚至他跟那个辅导员说 我还记得那天是几年 几年几年 几时 爸爸是穿什么衣服的 所以他可见这件事是 真的在他的心灵的深处 很深的去伤害到他 这个辅导员就借着祈祷 鼓励他 有勇气的 靠着圣灵 有勇气的 一样一样的提出来 在主的面前 甚至提出对方的名 然后逢主耶稣基督的名 去原谅 去遥恕 去赦免他们所做的 后来他自己说 这个辅导员就好像将他 心中最深的地方 一支一支的刺 这样拔出来 这个辅导员就好像 将心中的微博炸的炸弹 的电线一条一条的 这样转电他 后来他祈祷 靠主耶稣你安慰他的心 靠圣灵你抚摸他的伤口 心里面的每一个伤口 这样他就从这个 这个辅导里面 从这个愿行里面 可以慢慢地靠着主行出来 所以大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人的心里面 有很多时候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有愤怒的 真的 好像夫妻之间 都有些愤怒 有些不喜欢的东西 你就收在心里面 后来有一天 你就真的 这些事情 一些不喜欢 一些不满意 如果你没有去面对他 有一天就成为 好像灾难一样 就有一次 有一个做太太的 就 complain 他的先生 说你看人家隔离的 那个先生多好 时时出门 就圈着他老婆的手 就跟他说 我爱你 在520那天 就买那些花 送给他 你知道什么是520吗 520就是我爱你 这个意思 他就说 别人的先生既好 你从结婚到现在 一朵花都没有 所以先生听到 心里面都是很不舒服 那天他又参加一个送礼 送礼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今天是520日 要送花 每个人都在送花 但是他想到 这个这么迟了 那我去哪里找这些花 他就看到 这个送礼 很多死人花 他就跟那个送家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的花 他们说 这个是多出来的 你拿回去 他就拿回去 送给他看看 他就捉他 520快乐 太太就看到这些花 一看就知道是死人花 是吧 所以太太很生气 很不高兴 他真的一点诚心都没有 把死人花送给他 所以这些好一些 一些不满意 后来就积极下去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很大的 好像一粒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面对 要素这个功课的时候 真的是一种选择 好像我几天前 我要开车 要去救区港道 我前面有一辆巴士 有一只巴士 很大堂的巴士 私人的巴士 他不应该在那时 要去救区港道 因为那条路是要直行的 不能夺区港道 但是他要赶时间 我知什么呢 他就一看到 那个红绿灯 转绿色的时候 他就很快就要夺区港道 但是他没有想到 那么多线都有车 他真是很 没有遵守这个 这个 叫做 这个 好像我们行车 我们车都有车的规定 是吧 法律 他都没有这样进行 所以就很多车就看他 我记得了 B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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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看他 但我心里面都很生气 这个人为什么不遵守这个法律呢 但是那个时候 我心里面就 圣灵就提醒我 你移到这个阵形里面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是原谅呢 或者是 你要将这件事 收在你的心里面 感谢主 我选择原谅 因为 如果很多事 你都收在心里面 我跟你说 你都没有办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除了这个意外 还有 有时候 你会生气 很多其他的原因 好像 弟弟的问题 或者是 家里的 财务的问题 或者是 你很寂寞 无聊 夫妻之间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或者年纪大了 一个健康的 要照顾一个不健康的 这些都迟早都会出了问题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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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有读的那个圣经 在那个重世纪五十章 那段圣经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地说一件事 就是那个时候 浴室的爸爸 亚国死了 那亚国一死的时候 他的这个 意思是说 他的哥哥 他们 就 心里面 就 很害怕 他们怕什么呢 他们就说 啊 慘了 爸爸 没过生的时候 我玉室啊 我弟弟的玉室啊 他遥述我们 是因为 看在爸爸的面子 是因为爸爸活着 现在爸爸死了 他会不会 等爸爸过 那个宋礼过了之后 找我们算账呢 他们又 不得 浴室对他的遥述是表面的 一种的遥述 其实浴室的遥述不是表面的 是真心的 从心里面去原谅 他的哥哥对他的伤害 曾经有一个弟弟 他就跟他的阿嬷说 阿嬷 阿嬷 我跟你说 我妈妈 她没有原谅我 我很敢地这样说 她没有真正的原谅我 他的阿嬷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妈妈不原谅你呢 他今早我做了一件事 不对的时候 他又将 昨晚我做过 那个不对的事 又说出来 又再说多一次 甚至很生气 他又会这样来 你执给我 你执给我 这个小弟哥 他心里面感受不到 妈妈对他真正的原谅 这些阿嬷 都是这样的想法 他们觉得 这个小弟不是真的 要恕他 他们很害怕 所以他们就说了 就篇了一个故事 说爸爸还没死之前 就吩咐 说你要原谅 你们哥哥 狗狗对你的伤害 什么 其实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又在约室的面前 拜约室的时候 圣经说约室就哭 哭得很大声 为什么要哭呢 因为约室过了这么多年 你们还未知 还未可以感受到 我对你的要恕是真心的 不是表面的 意思是说今天 都是一样 有些人说 好了 算了 原谅你 要恕你 但是很多时候都很表面的 一遇到冲突的时候 他就马上变了面 求主念满我们 我们如果真的要遥恕人 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 去遥恕一个人 这个只是真正的遥恕 另外我们看到 欲塞的遥恕 是毫无保留的遥恕 意思是说 他一说遥恕的时候 他是真的 一点都没有保留的 是真的从心里面 好像将这些东西 全部交给主了 给主去处理了 这样他就没有那些 焚痕或者是那些 受恕在心里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那个欲塞 为什么他生了 一个儿子的时候 叫马拉西呢 马拉西呢 马拉西这个意思 就是忘记的意思 欲塞真的 他从心里面 他愿意忘记 哥哥 救派对他的一种伤害 我们都一样 英文说要forgive 还要forget forget 很多时候 对你来说 好像很容易 但是要forget 要忘记 好像是很难的 但是靠着我们的主 我们是做得到的 如果我们 还是坚持 不会遥恕我们的大兄姊妹 对我们的伤害 今天 神都不会遥恕我们的过分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你们遥恕人的过分 你们的天父 也必遥恕你们的过分 你们不要恕人的过分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要恕你们的过分 有一次 有一个主人 主人就叫起一个仆人来 这个仆人 赚了很多钱 千万的钱钱的债 但是主人说 好 我免了你的债 但是他一出来的时候 他看到 他另外一个大兄 一个仆人 不过只是欠他多少钱 欠他很少的 几十 大概十两 十两的银钱的债 他就不放过他 甚至捉他 放在监房里面 所以 这件事 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 就给我们看到 这个世间真的有 有这样的人 他们得到的恩典之后 但是他们 主要遥恕的恩典之后 他们不懂得 将这个恩典 给那些需要的人 将这个遥恕的爱 给那些需要遥恕的人 我们要 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 你看那个十二个学生 当耶稣被捉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在哪里呢 差不多 每个都逃走 但是 当耶稣在七日的 头一日 显现的时候 耶稣第一句说话是什么 愿你们平安 这个平安的意思 不单是说你们 可以得到这个平安 意思都是 我愿你们可以和好 不单是与耶稣和好 与那些大兄姊妹和好 与所有的人都和好 甚至与自己都和好 的意思 所以大兄姊妹 主要是我们的过分 我们都要靠着主的力量 去遥恕其他的人的过分 最后一点我要说的 遥恕是一生的一种的承诺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答应了一个人 我真的要遥恕你的时候 是真的从心里面 去真正的遥恕他 甚至用一生的时间 来遥恕他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像玉瑟 他真正的遥恕就是 跟他的哥哥说 我会照顾你们的子女 你的家里的人 一直到我人生的最后一天 所以同样的 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信心 一定有这样的 如果答应了的 一定要做到 怎样可以做到呢 最后就是说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只可以真正 可以做到要恕我们的弟兄 或者我们的姐妹 我很希望今天你听完这篇信息之后 你可以将神的说话 不但放在心里面 你回到家 或者你现在在家 你看到这个节目 我希望你心里面 好好地检讨自己 由哪一方面 你需要遥恕 无论对方是你的太太 或者是你的先生 或者是你的儿子 或者是你曾经是 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亲戚 我们要放下 要求主耶稣 给我们的力量 勇气 去面对这个问题 只有放下我们的重担的时候 我们只可以有 欢喜的心 平安的心 继续你走这条天路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将我们自己 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相信 除你以外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拯救 除你以外 我们没有办法 从那个仇恨里面 可以走出来 所以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主耶稣你 碰撞我们 在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多些时间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愿意要恕 我们家里的人 对我们的伤害 然后在这段时间 如何恢复那些军系 使我们好的见证 可以影响到我们家里的人 那些未信子的 可以愿意来信主耶稣 求主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给我们时时有你的平安 有喜乐 充满在我们的心 这样的祈祷 祝福 逢主耶稣基督圣命 Amen 有超过时间吗 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